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嗨啊 我跟妳講 這一個媒體每日星報 Daily Star 太有才了 我已經追蹤了他們的相關的社群了 太有才了 搞了一個這個蝸具 跟特拉斯的直播 然後就引發了全球的關注 我給各位看一下 本來是這樣子 這本來是直播畫面 你看這個媒體有多壞 他也幫這個生菜帶了一個假髮 這個假髮跟特拉斯的髮型是一樣的 來 我們比賽看看 比賽看看 這個誰能夠撐得久 是蝸具些爛掉 還是特拉斯先離台 就在昨天直播畫面變了 請導播給我旁邊這個 有沒有看到 特拉斯的照片被推倒了 為什麼 因為生菜贏了 特拉斯先倒了 這個每日星報呢 在直播的第七天 非常開心的宣布 特拉斯的照片被放倒了 24塊錢台幣 大概4塊多人民幣 這生菜贏了 4塊的生菜贏了 身價可能幾億的英國首相 然後他還貼了一個文章說 我們的生菜取得了光榮勝利 那麼接下來又是哪顆菜會出現在唐寧街10號呢 也就是接下來會是誰接任英國首相 這個燙手山芋呢 另外呢 這個報紙 一樣是每日星報 他還 這應該是P圖吧 還把這個生菜勝利大遊行的圖片 投屏到這個議會的大廈牆上 甚至還PO了一張照片說 生菜很開心 生菜其實有點爛了 連又被咖啡色開始爛掉了 但他依舊很開心 頂著特拉斯的髮型呢 正在喝酒慶祝 說這個勝利者生菜 正在享受呢 最優越的生活 因為他贏了 這個插上英國國旗的這個瓶子啦 下面有些零食啦 水果啦 旁邊看起來還有香檳 還開香檳來慶祝 那到底為什麼呢 會有這個所謂的生菜直播 你一句很奇怪 其實都要怪誰 要怪經濟學人啦 因為經濟學人在之前呢 就有個專欄報導 把特拉斯稱作什麼 生菜娘子 為什麼呢 因為特拉斯一直說自己是鐵娘子嘛 要跟柴契爾夫人一樣嘛 所以他就揶揄特拉斯說 你算了吧你 你生菜你鐵娘子 我看你啊 跟生菜娘子還差不多 因為保值期可能一樣短 想不到一語成稱 真的就這麼短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英國的博彩公司的盤口 這個生菜對特拉斯的賠率也是一賠六 所以很顯然 大家都是看好生菜的 都看好生菜的 然後呢 很多人就開始在旁邊看熱鬧啦 旁邊看嘲諷啦 我們來看這誰 所以 梅德韋傑夫 他直接呢 在他的 自己的應該是推特上面 就寫了說 再見了 特拉斯還愛成人家 你看有多壞 說恭喜生菜 那另外呢 這是德國零售商 非常有名的這個公司 他也在他的官方推特賬號寫上 那麼 生菜才大概六十便市 就是這個英鎊的這個單位 價格很實惠 那麼唐寧街十號的特爾拉斯 什麼話都不用說了 直接送你兩個字 叫做 拜拜 叫做拜拜 好 那另外呢 生菜戰勝特拉斯呢 有議員也提議呢 那乾脆 就接班治國吧 就來當首相吧 這是法國的媒體 就說特拉斯跟蜗具的共同點 就是都有保存期限 德國的話報也說呢 特拉斯甚至跟一顆蜗具 展開殊死戰 來保住他的政治生涯 紐約時報也說了 那顆蜗具啊 在聚光燈下放了六天 但是沒有爛掉 反倒是特拉斯先離開了 這個工黨的議員也說呢 乾脆讓一顆蜗具 來當英國的首相好了 所以各位 這個一個英國首相 離開了以後 居然沒有一句好話 是讓你感到難過 看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有兩個角度 一個是很幽默的角度 一個是很嚴肅的角度 一個是很嚴肅的角度 幽默的角度是什麼 難得平常很嚴肅的 這英國人這麼幽默 從這個經濟學員開始談 他是一個生菜娘子 就有人直播生菜 接下來都用生菜來形容他 難得說有一個英國首相下台 會獲得這樣舉世歡騰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英國人不改其這種 幽默 以前英國人的幽默 都比較冷笑 所謂的冷面笑將的風格 你像那個Mr.Bean這種風格 購多先生 可是這一次好像有點熱開懷的樣子 這是比較幽默的角度 也有個比較嚴肅的角度 英國的這種領導階層的產生的制度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出來的人都是這個樣子 不只是如此 當時特拉斯出現競選首相的時候 他的同僚沒有人認為他有能力 然後所有的跟他接觸過的媒體的 這些大牌記者們 也沒有人覺得他有這個能力 可以當英國首相 怎麼七選八選了以後 在國會議員的投票裡面 他輸給蘇內克輸了很多 可是跑到了這個黨員投票的時候 那個十幾萬的黨員 幾乎是什麼 相對多數 而且贏很多的投給他 所以這個制度真的是有問題 選舉不是要選選舉能嗎 那你英國那些保守黨 那些黨員發生什麼事情 你只是因為蘇內克是一個印度人 是你們以前殖民地的子民 印度裔 就像說如果說今天那個謝連芳 在日本擔任這個所謂的政黨的 一個黨魁的謝連芳 他本人是什麼 本人爸爸是台灣人 那如果他當上日本首相 是不是日本人投票的時候 就把他罷免下來 不是要選選舉能嗎 看這個人到底有沒有能力嗎 已經到了這個很小的圈子做選擇了 怎麼還會有這種 種族的這種顏色的歧視 那你是至早麻煩 你英國至早麻煩 那因為所有人都覺得 跟他有接觸 都覺得他沒有能力擔任這個 就表示什麼 這樣說我們叫飛機要選機長 每一個人都這個人不夠格當機長 你應該要選他當機長 你不準備讓這個飛機醉機 冒這麼大的風險嗎 結果沒錯啊 他上去 他什麼也不講 就開始推動減稅計畫 因為他模仿誰 財機業夫人當年舉著新保守主義上台的時候 還是真的就推動減稅 可是他忘了 同樣一提退燒藥 是在不同的病裡面會有不同的效果 真的 不是每一個發燒都要吃退燒藥 有時候可能要吃消炎藥 不是每一種病都用同一種藥來醫 對 他都以為這樣子 然後實在更令人不可思議的 他找了一個財政大臣 他說自認為對於英國的公債財政歷史 非常有研究了 就一看我當頭傻眼了 他是歷史系畢業的 拿了歷史學博士 然後他的歷史學的研究 是專門研究英國的財政狀況 那我要跟大家解釋 從歷史學學者在研究英國的財政狀況 跟經濟學者在研究財政狀況是兩回事 我打個比方 大家都比較容易理解 比如舉個例子 你找個歷史學的教授去研究醫療史 你要看病要找這種人 還是要找那個整天在做臨床開刀的醫生 來幫你治療 當然是找臨床開刀的 這是對呀 這是個嘗試了 研究理論就不對 還是錯的理論那還得了 他這個訓練背景不同 然後這個人就根據他看到的歷史紀錄 就把柴基爾夫人的減稅計畫 拿來修修改一改 然後就推出來 推出來 現在英國的整個金融市場 真的像墜機一樣 現在還無法估算 到底他短短的 任期比生菜還要保鮮期還要短的時間裡面 到底英國的金融市場賠掉多少的資源 賠掉多少錢 還沒有辦法算出來 很難算嘛 據說5000億美金 我沒有辦法精確的計算 股票市場跌 外匯市場跌 資金外逃 我老天爺 老天爺 所以英國人為了一個選擇首項的錯誤 就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那你為什麼保守黨在內閣會議的時候不講話 然後那一天在英國國會開了那麼陨長的會議 我從頭看到我看了甚至暈倒 你們看了四個小時 對啊 我真的看了四個小時 看了快暈倒 為什麼 他就像個小媳婦一樣 在那邊不曉得講什麼 頂多只有摔個文件聲聲悶氣而已 氣都沒有 然後相對的他旁邊那個新任的財政大臣 就是把他的所有的財政機構 通通什麼撤銷的財政大臣 一直在幫他辯護 Jerry Hunt 一直幫他辯護 那可是他的同黨的議員 聽他講話也講的這個軟弱無力 相反的工黨氣勢大勝 因為工黨發現說 哇 怎麼民調工黨贏保守黨贏了30% 這從來沒看過的警官 這可能要請教一下 我們政量兄跟高層兄 這種政黨差距這麼大 在英國歷史上還熟度出現 50幾%比30%的 對啊 你20幾% 對啊這個熟度出現 所以我們只能說 民主政治選選舉能 如果不是根據人選的能力 來選的話 你要去根據他的膚色 根據他的種族背景 或者你喜歡不喜歡 那就會出問題 很清楚了 特拉斯在他保守黨裡面 能夠崛起 完全是他的公關能力 嗯 絕對是他 很容易評估過 他很善於社交 很善於跟這些 其他的同黨議員 等等等等 在派系之間 可是就一個決策者 應有的能力 他的知識不足 他根本搞不清楚 英國現在問題在哪裡 他對於整個國際情勢 也不太了解 還曾經被俄羅斯外交部長 拉夫羅夫給求過一陣子 對 那你這樣一個角色 他也當過財政部的一個 叫做相當我們的副部長 嗯 他當多久呢 他當了幾個月 就被當時的首相 也是個女首相 叫瑞伊吧 梅伊 梅伊 梅伊請下台 為什麼 他每一次開會都胡扯啊 那那個財政部 那個大臣根本就受不了了 他說 我們講東他講西 那他對很多的經濟學 財政學 金融市場的專有名詞 完全搞不懂 都望文生意 奇怪 英國這麼一個大黨 培養人才是 以前都是很嚴格的 一個程序的 你怎麼會搞出這個花樣 而且還如果能夠 在你的黨魁選舉出來 還當首相 你不是英國 拿自己的雜角嗎 好啦 現在他下台了 理所當然 土天同慶 渤海歡騰 那些問題 回來如果是 那我看就熱鬧了 那可熱鬧了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